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去参加展会的经历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意大利这边接到这种工作邀约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我的小某书的账号上 那天就有的人联系我 能不能代替他们去伯罗尼亚去参加一个宠物的展会 其实在小某书上吧 上次让我去当女主播的那事也是通过小某书 然后找到我的 然后像这种邀约呢 我一看对方也没发什么东西 但是我呢就好奇抱 我就接茬了 我就人家问我啥 我就都接 我就想万能那个加一下杯 然后聊一聊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情况 然后我说我意大利语也不行啊 就是我只能说简单的 就是说你吃了吗 吃的啥给我尝尝 就是说这些简单的可以 但你要说让我去说一个事情 我可能就说的磕磕巴巴的 就没有那么流利 他说不 那个我们都是那个用英语沟通的 而且就展会上就是有欧洲其他国家 什么西班牙德国呀 什么这大的这些 就都有 就是大家呢就都是用英语沟通的 我说英语可以可以照顾一下 然后我说让我干啥 然后他就把那个 我的那个工作大概来跟我说了一下 然后让我去拜访几个展位 然后呢有一个重点 他们要拜访的一个客户 他们都勾兑了挺长时间了 然后呢我就是希望我啊 就是做一个真人 然后跟人家去弄两句课 跟人家去说话聊一聊 给我发了个文档 英文的一个文档说 说那个你见到他之后 你就照着这个念就行 我一听 那也不用背是吧 那不用背的话 那我就照着念呗 然后上面写着什么呢 就是介绍他们的公司 有多少人然后呢去年的这个销售额都有多少 然后中国的这个重物市场是怎么样的啊 他们之前代理过什么样的外国品牌 这个什么狗粮毛粮什么的 然后做的又非常成功 然后他们现在在什么社交媒体啊 这什么遮纳的就是 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还有一定的渠道 然后就说这个 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小文档 然后还有他发给我的 就是需要就是拜访那些展备 我做过之后就去了 然后就这个是付费的啊 就是他们是给我钱 然后他们那个问我说你想要多少钱 我说我也没接受这活 我管是要的500块钱人民币啊 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呢 哎呦那地方好难找啊 就是因为我我去伯罗尼亚 我都是去那个就是施中心 还有要不就是去我好朋友家里面 呃我就没去过这种就是办公的 就办展会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找了好长好长时间 我也找着 然后之后呢 哎呦那个地方还挺大的 我估计那个就是专业办展会的那个地方 就是肯定常年都接这种活 还有什么视频活动之类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有点像那个北京那个北战呢 就这种这种地方 就有这种展会的这个活动 然后去之后呢 哎呦我这个一顿找 呃一顿找 然后就是找着了找着那个他想住重点 拜访的那个探队吧 当然在火车上啊 我还我还背那小作文 我想我要是能背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就是跟人家侃侃而谈 对不对 没背下来 没背下来就就找了之后呢 就是那个那个地方 呃 因为他告诉我说那个那个人是男的 你看那地方咋没男的呢 就一女的在那守着那摊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呀这是不是人被在啊 然后他说哎呀我们也没见过 就你问问吧 我就问他了 问他然后说啊 再再再再再 就是打电话呢 就是要不你等会儿 然后我就想等会儿 然后他给了我一瓶水 然后让我在那坐着 就是他那个展位还挺大的 就是看起来还挺有实力的呢 还给我免费的水 然后那个男的 他接完电话之后 就是就是他同时就说 哎这有人找你 然后我就说那个 呃 我们有预约 因为就是对方在国内跟人家约了嘛 我说我们有预约 我今天来拜访你 他说啊我想起来了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攀谈 呃 我就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 就是我说我在佛罗泽这上学 呃 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呃 在北京也工作过什么的 就知道了吗先先介绍自己是谁 然后我说今天你也知道 我来的这个任务 我说对方让我给你念个小作文 我拿出手机来 我说我现在开始念了啊 然后他说啊您请您念吧 然后我就开始念念念念 我说这词不认识 然后他说那我看看 看完之后他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不认识 还是说给我留个面子 或者怎么样啊 他说啊这个词我也不认识 但是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 然后这不是我这个念完之后 其实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呃完成了之后呢 但是嗯 我是觉得呃 反正他他也是一个挺见谈的人 我们俩就是聊天嘛 然后他又给我他的名片 然后等到我临走的时候 他还给了我呃 一个他们那的小饼干 德国的小饼干 他跟我说什么巧克力啊什么的 我说那谢谢你 当时也我也很饿 然后我就就很感谢他们 给我名片 我就然后还给了我其他的东西 给了我一个本 这个本 就是你看还有就是小狗什么的 然后还有笔 还有一个那个 反部的一个小袋子 嗯 对我好热情 然后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很长时间就没有呃跟人就是就是这么说话的 就没有聊天 没有过呃 特别开心 然后又开始执行其他的任务 就去找那些呃 其他的那个展位 然后他给我的任务就是有的说那个是呃 让我去问问有没有就是这个品牌有没有中国代理呃 然后有的是只要一个报价单就可以 然后但是呢就是每一个负责人的这个呃 就是名片都得要到 因为他们要挨个去联系这些人 那我就走 然后呃有那个呃 意大利的 然后有西班牙的呃 还有德国的 然后我都跟他们去用英语的去介绍自己 然后问他们就是呃 是否进入了中国市场 然后呃 有没有就是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代理销售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要是说有的话 我就说那也认识一下吧 给我让名片吧 然后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就没办法多聊了 然后我在一个德国的一个品牌的那展位上 还遇到一中国人 一中国女孩 然后我一看他我就觉得那个样子就就像中国人 不是你去中国人吗 他说我是 然后我们俩就站那儿聊了半个小时 就是他是也是就是呃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啊 去德国去留学 但是呢他就是学的是德语嘛 呃 然后呢老公呃 他老公不是德国人 老公是中国人 然后现在就舒几俩还生活在德国了 呃 然后他现在不是在这个宠物品牌这儿工作吗 呃 我们俩就说了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他之前也是在北京工作过 哎呀就是他相遇公知的这个感觉 挺好的 就是挺神奇的 我们俩还加了微信 虽然后来我们也没怎么聊过 但是哎呀就是这个这个感觉你知道吗 就非常好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呢 就是呃 稍微的啊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验 因为我呢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去北京去工作 就是也没有认识的人 呃后来呢 我又呃 独自去黑永江以及呃 青岛工作过 都是几乎是从零开始 就是谁也不认识 呃 可是呢我有自己的一个生存之道 就是我能在这些城市里面 就是存活下来 就是呃 有一个小信念 小校门分享给大家 就像你带着这个工作的这个任务啊 去接触人的话 嗯 你可以把这些你的客户啊 都变成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伙伴 至少说你多认识一个人 像我现在在欧洲 我也不认识那么多人 但是呢 我觉得嗯 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 我要了那么多的名片 就是跟我聊的好的那些人 嗯 包括第一个那个德国 呃德国大叔算是 呃 还有一个西班牙的 呃 我跟他们聊的挺好的 就是跟他们聊的西班牙的 这个疫情的防控情况 然后还有他们对中国市场的 这个了解什么的 呃 我都有他们的名片 之后呢 我还加了他们的WhatsApp 然后跟他们就是呃 就是又回顾了一下啊 说我我们就是昨天聊的非常好 然后希望呢 你们这个品牌在中国能发展的好 然后他们还都给我回复了 呃 反正就是不认识一个人吧 就 面对有的时候就很神奇 你不知道他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没准 这俩人 在我今后的人生中 可能还会再出现 嗯 没准也不会 呃 还有那个中国女孩 在德国的中国女孩 没准我们有一天会再相逢 我也不知道 因为呃 命运 命运会把我带向何方 我现在也不知道 呃 因为这是一个很玄妙 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呃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就是人生经验 我绝对要多多的认识人 然后呃 把这些人变成我的朋友 就是今后没准 没准大家还能一块做一个什么事情 呃 再就是吧 呃 虽然我在意大利生活 我知道 一定要说好意大利语 嗯 但是呃 英语也挺重要的 在欧洲这边有两个语言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英语 一个是法语 我这个英语呢 就是现在我也在学 我不是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个英文的那个博主 还有一些英文的一个学习的那个网站材料什么的吗 现在我还是在学呃 翻译和那个外刊 嗯 呃 这是英文这块 然后法语我也在学 我到了一个班 那么尽管说这个法语对我来讲还是很难 然后意大利语也很难 先学着 就是嗯 反正凡事吧 就是开始了之后 呃 反正心就不慌了 就是反正你都知道这么难了 难就慢慢来嘛 意大利语就是简单的这个话还是可以说 但是我在大学里学那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了 纯理论性的东西 就是又有哲学呀 美学呀等等 就是啊 社会学语言学等等 纯理论的东西非常抽象 这些东西可能我用我的母语说都说不明白 所以我是我也非常头疼我考试这个事情 但是没关系 慢慢来 因为意大利的这个考试呢 但是呃 反正你准备好了 你就可以去考 而且还可以延期毕业什么的 嗯 我好好整 我一定会毕业 哎 要乐观的 要相信自己 就是努力总会有回报有收获的 明天我要做一个presentation 然后我本来是 就是因为那个材料是英语的 我用英语做 然后今天老师问我说 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做 因为别的同学听懂英语 我说不行 意大利语对我脸上太难了 做不了了 不过这个英文的presentation 也是我 我人生第一次要做 我现在还是很紧张 心里没有说 所以今天晚上 我就要好好把这个事情再做一下 哎呀好紧张 真的好紧张 第一次用英文演讲 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 人生第一次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我的工作其实是用不上英语的 现在就是 几乎天天在用英语 哎 行吧 这个都是留学的收获 留学路上就是有苦有甜 就是以后可能都是 特别棒的回忆 我也是把自己的这个技能点 我要多一点点 好了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 下个视频再见 召召